112年花蓮市第一次里长汇报在3月27号举行 市长温家燕表示这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主持里长汇报 他希望里长们能够畅所欲言传达基层意见 而施工所团队也会尽所能来协助解决基层的事物 和里长们要携手打造美好的花蓮市家园 花蓮市112年度第一次里长联系汇报27号举行 首先邀请了花蓮市卫生所 还有花蓮县消防局等单位到现场和里长们来做业务宣导 提醒大家要提升医疗保健和消防安全观念 而花蓮市长魏家燕也协同了主任秘书汪美华 还有各科室主管在现场听取建言 魏家燕表示这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主持里长汇报 他希望里长们能够畅所欲言传达基层的意见 施工所团队也会尽所能来协助解决基层事物 和里长们携手打造美好的花蓮市家园 今天是我担任市长的第一次的 跟我们里长的一个基层汇报 那也希望说在我们开始里长汇报的前夕后 我们有一些宣导 包括我们请消防局来跟我们所有的里长 来宣导一下消防的一些防火的一些概念跟观念 那也期盼说我们在我们邻里之内 把我们观念宣导出去 也让我们里长跟我们一般市民都能够了解 那有包括我们电器 包括我们延长线 要买一些有检验过的一些 我们政府合格的一些检验过的一些 真的合法的一些电器 那千万不要上淘宝或是虾皮去购买 那在这边也希望说里长能够提更多的一些问题 我们能够跟我们基层能够做一些连结 包括道路 包括水沟 包括路灯 我们都会全面的来改善 全面的来建制 里长汇报首先由市公所各科室主管报告业务事项 接下来讨论里长的提案 市公所主委秘书温美华也向里长们说明 几项需要和县政府沟通协力的重大事物 希望可以在更周延更完整的行政程序下 让里长们能够胜利的执行各项业务 市长魏佳燕也向里长们报告 疫情逐渐趋缓 今年度花莲市有几场出国与姐妹市互访交流的机会 希望里长们也能够踊跃参加 除了观摩国外城市经验 也共同来推动城市外交 借里会欢迎市报道